大家好,我是石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涛哥看电影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被解救的江哥 这个影片非常有趣 曾经在中国大陆播放 播放了一天,给下了架了,不敢放 隔了一段时间,又拿出来播放 他这一上一下一下一下呢 在整个互联网当中呢 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里面道理很简单 黑奴抗争奴隶制度 里面有着黑奴的叛徒 有着奴隶主的残暴 有着抗争者的忍耐 以及最后的爆发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 我曾经跟大家描述过 上一级的官员 就是下一级的官员的奴隶主 而下一级的人就是上一级的奴隶 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 肩价结构在你视图当中 所形成的一个真实的概念 我相信党的宣传体系 也认同石涛的这种描述 所以当这个影片一拿出来的时候 他们可能有点后悔 据说里面说 因为里面有裸露镜头 那所谓的裸露镜头 是江戈被抓的时候 被赤身裸体吊起来的时候 那样短暂的镜头 那我相信那样的镜头 已经根本无法在体制中 中共官员们男男女女 各自分享欲望时 那简单的场面 因为连今天中纪委书记 王岐山都说通奸是罪 当把这一罪拿出来的时候 发现所有被抓的官员 男官员 都是与多名女子发生 不正常关系 而被揭露出来的女人 都是她说 类似着公共情人的身份 正是这些人 却把这个影片被斥为 某些裸露镜头 我自己形容当中曾经提到 那其实今天中共在开会的时候 穿衣服是件多余的事情 那这个影片 在涛歌坎电影当中 我又是如何跟大家分享的呢 那你就请看涛歌坎电影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 石头评述 2015年有一个电影 叫四十四个孩子 也不是叫四十四号孩子 中文翻译就翻译成各种各样 电影本身拍的呢 怎么说呢 据说他是比较经营上比较失败 没卖多少钱 那但是还请了两三个比较有名的影星 而他讲的故事呢 是当初在这个 二十四大战之前和二十四大战之后 以苏联为背景时 那时候苏共共产党对人的迫害的故事 那里面其实在我看来就包括着 活摘器官的故事 但是里面因为那个呢 故事本身呢 比较简单 在我看来比较简单 那会在涛歌坎电影当中 跟大家分享 但是他里面说了一个 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的那种管制 那种对生命的杀戮 一切都以怀疑 怀疑所有的人 然后今天的怀疑者 明天就是被怀疑者 今天去执行斯大林的政策的时候 明天就是被斯大林政策镇压的 里面最有趣的就是 主人公的利奥的老婆 在这个二次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 那利奥成为了战争英雄 在这个背景之下 那利奥就不得了了 所以进入了国家的安全部门 在这个 他作为安全部门的高级军官 向一个女孩子求婚 就后来他的老婆 结果在他们后来被镇压之后 他的老婆跟他说 他问他老婆 说你当初为什么答应我 要嫁给我 他老婆说的很直觉 你是国安 中国人叫国安了 你是国家安全部门的军官 你向我求婚 我能不答应 我敢不答应吗 爱没爱 根本就没说话 没有里面说爱谁不爱 爱他不爱他的话 而是说 我回家 我在家里哭了一个星期 我为了活命 我一定要嫁给你 这个在影片中是非常沉重 但是有真实的表现 反映出这个制度之下 权力就是一切 权力就是杀人的一个执照 那在过程中 对人 而为什么这些人被杀 这些人有思想 有思想 这是很关键 那他的太太 只不过跟了一个 跟一位教授之间有一些关系 结果那个教授呢 是个学者 本来是个应该有思想的人 结果这个有思想的人 是个学者本身 也被这个权力的淫威 给强奸 侮辱杀害 意思就是 他同样屈服于这样强权者 又出卖了利奥和他的太太 那个故事很简单 但是他直接揭示出 一个强权者本身的 这种丑陋 就像我们在涛格侃念当中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一些电影 而这些电影 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当中 很多是被封杀的 有些是没有来得及封杀 有些是因为 你想在中国社会环境中 能够让这个电影播放成 你的手法 你的所用的语言 一定超越中宣部的官员 你怎么超越他 那中宣部的官员 就像 周永康是政法委头的 完全是杀戮的 然后他搞的女人是中央电视台的 完全是宣传的 就这意思 当你能够超越他 表面投其所好 而实际又超越他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你说什么了 江文的电影就这样 对吧 真的 一步之遥 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其实里面就是淫荡 权力出卖 但这一切的东西 都不能把天意如何 这一切的东西 该变天 他自然就变天 所以这是 这是你要超过他中宣部的官员 你就会有结果 当你被他的阴危给干掉的时候 你就完蛋 你拍出来的啥都不是 对吧 啥都不是 十二公民 有人说 还有人说这个 你说涛哥你怎么还砍这个电影 有人有朋友希望砍龙 那我觉得你把十二公民跟十二怒汉一起看 那我在看电影当中已经有了 对今天的我们普通的中国人 我觉得有很大的 有很大的一种借鉴概念 那些仁义的演员 有些人很有名 但是他自觉和不自觉 他已经没有任何 在我的概念当中 他没有反应的在为党服务 他骂不骂 他会骂中共的 对不对 只要人心 人性尚存的都会骂共产党 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生活环境 又迫使他那样 而这就是在我的眼睛里认为 为什么其实电影当中 我们从看电影当中 我们会揭示出真正的现实的环境 因为中共对电影 对文学作品封杀的极严 他深深的懂得 那是可以启迪人性的 而好的电影一定是在人性中有所斩获 好的电影一定是对人性的素养 一定是对生命的珍惜 而这一份对生命的珍惜 来自于他内心处 而不是把珍惜生命当成玩弄他人的工具 那是共产党 所以中宣部的邪恶 就在于此 那我们今天现在看到的 《求是》杂志 《人民日报》 昨天我们看到被开了刀了 这刀能拿到哪 其实我觉得被开刀都是个过程 因为共产党最终不完蛋 你不拿共产党最后开刀 这些东西都是表象 没用的 但是共产党你把它开不开刀 你把共产党开了刀 是你站在对的位置上 你一定明白这道理 是你站在对的位置上 而成为了历史上的人物 你不拿共产党开刀 共产党也得死 是你站在了错的位置上 跟着共产党死 因为时间是个神 人出生必死 而共产党在天意当中 他也是必死无疑的东西 而他是对人的扼杀 对人的扼杀 人是神造 不是猴变 你非把猴在你脑子上 你自己愿意带带 人是神造 不是猴变 但人中的利益的一切 是与那神明的本来的想法 是相违背的 这话听着有人不愿意听 伊甸园 伊甸园里面神造了亚当 然后又利用了亚当造了夏娃 他们在伊甸园里面 一男一女 但彼此之间没有意识到男女的诱惑与差异 男女的诱惑与差异的产生 他意识的产生 是在撒旦变成了蛇 诱惑了夏娃之后产生的 人中的一切欲望 人中的情感 人中的对人本身的执着的一切 不是神给予的 是蛇诱惑魔鬼给予的 这讲的有点稍微深了 稍微有点抨击了 所以当你在人中的环境 我跟大家讲 当你看生命的环境的时候 你只局限在人的层面的时候 你死定了 你逃不出魔鬼的掌 所以在西方的信仰中 叫死后上天堂 人的身体死了 灵魂去天堂 他要抛掉身体 他没能力带走 为什么要抛掉 被魔鬼诱惑了 和尚 佛家修炼 涅槃的彼岸 也得死漏 有本质的 可以把肉身带走 对吧 老道呢 叫白日飞升飞起来 这都是师父教的 师父教的这些道理 我自己去理解 咱这话说 一定要说到这份上 师父教的道理 自己在修炼中理解 理解人 理解自己 那 藏传佛教 宏化 一出流 能出流一小点 那就是没带走 插了一股点 那人从一个大活人 最后变得一尺高 衣服能流现 但是这个里面 那个人缩小的一尺度高 你查查现在藏传 就是喇嘛教 藏传佛教当中 你查查他最后 你都可以查到这样故事 早期的时候 五几年的时候 那当时在这个川藏地区就一直有这些 其实在金沙江两侧 在金沙江的两侧的崖壁上 依然有一些 这个藏传佛教的庙 那那个喇嘛是能 不是 是有特异功能的 因为那个金沙江一带 都是上千米的山 山间 几百米的山间 那之间怎么走啊 都是有功能 所以我刚才说的很 我个人理解的很关键的问题 男女之间的意识 是被魔鬼灌输到人的身体里的 你只有能够超越他 就行了 而中共的中宣部系统最邪恶的 是他跟魔鬼为一体 他把人的思想 禁锢在人的层面中 他否定神的存在 他说人是猴变 以进化论的方式 以无神论的方式 把人禁锢在 被魔鬼灌输的 这样的观念中 希望朋友能听懂我 说的什么意思 听懂就算 听不懂 听懂就听懂 听不懂就算 涉及到这些问题 是我个人修炼中的体会 这种体会是对每一个朋友 我相信都能够适用的 因为我们脱生成人 那是万古机缘 珍惜自己 那是天经地义的 糟蹋自己 就是自己在人中玩 玩死自己 就这么点事 对吧 我相信 稍微有一点成熟的人 都能意识到 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概念 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适用的 所以中宣部是邪恶 那太阳报有篇报道 讲的就是得把中宣部干了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我本身的外团 本身的外团 是否属于 莫名的 被发现 被变成 被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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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系统腐败多 意识形态藏奸华 不是意识形态藏奸华 在中共的体制之下 他不是奸华者 不能进入意识形态领域 中纪委日前公布了第二巡视的结果 讲中宣系统当中的《人民日报》和《求识》杂志双双被批评 既是如此 拿出来的报告其实也只是揭开了宣传系统当中丑陋的冰山一角 它整体就是丑陋的 你让我说 我觉得实时务者只不过在反腐中是把冰山整个摧毁掉 把中宣系统整个摧毁掉 而不是什么冰山一角 文章介绍了整个故事 然后提到《人民日报》虽然是中共的喉舌 都是假大空 大家都知道 所以一些网民们把他名字改了 叫做《日人民报》 讽刺该报与人民为敌 那里面也提到了邓亚平 邓亚平担任了人民搜索的老板 然后烧了两个多亿 不了了之没了 钱上哪去没人知道 然后他就提了一个说法 应该穷追猛打 彻底过滤 这是他提到的说法 他讲说 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已经有多名高层因腐败被抓 包括原来的总裁 包括原来的副总裁等等等等 他说睡倒了一大片 那他讲说 其实这种丑闻在人民日报系统当中数不胜数 我觉得都是要换个角度上说 对不对 不是数不胜数 如果换个角度讲 不是这样的东西 他怎么成为人民日报 他怎么去日人民呢 对吧 你得这么 你得反过来说 就像徐太后被死了 郭伯雄被砍了 那你说在他们统治之下的上将 中将 少将 你说跟虾们将到底有多大区别 臭啊 爱吃虾将的人知道臭可臭了 人说不臭 就吃的就是这臭味 又腥又臭的味 拌着面可好吃了 这事有爱孙猴的 有爱猪八戒的 你不能强求 但是在一个权力之下 他这么干的时候 在一个体制之下 那就变成了日人民报了 真的是这个 然后他提到说 人民日报在人民中口碑很差 但是在官场中却是很响 他都得装傻 他不与人民为敌 他能成为官媒吗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是反着来的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那概念 如果没有那条蛇 其实夏娃根本不会有被灌输这样的意识和概念 他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女的 亚当是男的 他们之间是可以有诱惑的 这是一个非常浅白 却极其深刻的道理 每个人都能明白 但为什么原来不明白 为什么那么多去教堂的人就不懂得这个道理 你今天不抛掉这样的男女之间的东西 你上天堂 十八层地狱等着你 天天进教堂 礼拜日进教堂 礼拜一进妓院 礼拜日又去教堂 那是对神的亵渎 所以天天念 根本就不知道念什么 为什么不知道念什么 只想自己得好处 就死了 死到奶奶家 所以真正真正人明白 叫智慧 不叫聪明 人中叫聪明 聪明是什么 聪明代表着极端的自私与利益 欲望的放纵 财富的占领 智慧是能够洞察人本身的来与去 他永远是不死的 聪明就在现实的这个人的环境中 聪明者大多是快马加鞭地奔向了地狱 这个我个人的偏见 咱这话说到了 所以文章讲说 人民日报到地方去 往往是宣传部长亲自接待 好吃好喝 临走时得带着 所以人民日报拿出来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这个 那该报的记者风声显赫 也自语为老子天下第一 耀武扬威 派驻到港澳地区的记者也把内地的恶习带过来 不是把内地的恶习带过来 是他就是那东西 当他不是那东西的时候 他就不能够摊上到港澳外派记者的美差 我不是具体人呐 是这个框架下会是这样 所以他讲说 只会抬头看官场 不会低头查民生 查了民生就死了 维权律师多惨呢 抬头看官场就有了 吃喝嫖赌抽 坑蒙拐骗拿 无恶不作 为什么不干呢 我是爷爷我是姑奶奶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共产党叫魔鬼 所以跟我刚才解释那段就是一样的 他是被魔鬼化身灌输了人的思想 然后他提到说 那所谓群众路线变成了金线路线 那宣传的概念就变成了为党歌功颂德 所有的真实的消息都变成了小道消息 甚至说会挑动社会出现动荡 所以在他看来就是 那在这个宣传系统当中都是奸华的人 反腐腰彻底 我觉得也可能是他的报纸只能说在这儿了 因为不敢往下说 你必须把共产党干了 共产党不干 这共共产党是他们的奶奶 就是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共产党生的 有共产党在他们就都在 有共产党干掉了 很多东西自然就化掉了 所以说了半天就是这么个概念 所以中宣系统 无论他叫什么藏意识形态藏奸华 奸华者才是意识形态者 在共产党的体制下 那是玩嘴皮的 拿嘴玩人的人 那不是人 那不是人 对吧 他专门是以灌输的方式害人的 所以你要明白 他为什么中共把中宣体系看得这么重 当初的那条蛇 就像中共的中宣部一样 把邪恶的东西灌输给了夏娃 使得夏娃丧失了自己本来的纯净的东西 就造成了与神对抗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而被打下了天庭 共产党的宣传系统 为什么把控的这么严 要灌输到他能影响的人的 能够影响到的这些人的观念里 把你干掉 打入十八层地狱 专门来害人 你可以信 你可以不信 但人是神佛所造 所以他是来毁你的 毁你的灵魂 把灵魂带入地狱 那神佛是把你救上来 恢复自己生命的尊严 今天的搏杀的一切 共产党出现的一切 就是我那期节目说的 为什么佛家里叫 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而佛家里都有莲花 没有共产党这么坏 就出不了更圣洁的莲花 而反过来 因为有着更圣洁的莲子 莲花在这污泥中 所以共产党配着对出来的 相生相克道 当然 这仅仅是一个生命层面的理解 他还有着更深的背后的故事 所以这事都是一层一层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